我們家會變成什麼樣子 小溪 謝謝你 但是你要對不起 害你無辜的捲進來 我不無辜 因為 我喜歡你是真的 我希望你像剛才一樣叫我晨曦 不要再叫我總結 一直以來 你的人生就像 你被困在海邊一樣 你怕沒有發現你 但我發現你了 我知道你現在很喜歡南華雲 但是有一天 你會喜歡我 剛才你在發表會上說的話 一定會成真 你會喜歡我的 我會示範 你真的會說你是 vlog 我們做些點心 你會不會喜不見 我會想看你 你會讓我來 你會不會思考 你會不會走 你會或者你會想看我 你會想看你 你还好吧 难道你以为 我还想不开吗 我没有想要伤害你的意思 真的很抱歉 对不起 你不用跟我说对不起啊 我早就说过了 也并没有对不起我什么 是我自己太一向情愿了 我知道你人很好 可是以后 不要再对任何人都这么温柔了 如果你喜欢克柔 就要好好的 对他一个人好就够了 我看得出来 只是他 他并不像自己所说的 那么不喜欢你 你继续加油吧 你给我快乐还是寂寞 你 姐姐 你 我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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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这个样子 什么样子啊 你 你不要这样 你月底哭出来 你也不要这样长颜还笑嘛 我已经不过了 在街上 我哭了好久 哭到全身无力 蹲在地上 哭到所有的路人都在砍着我 哭到身体好像被抽干了一样 哭到 好希望自己 能从这世界上消失哦 哭 然后 你知道发生什么事吗 我的脑海中 突然出现我们全家人的脸 有巴 有妈 有姓安 还有你 可是很奇怪的 就是没有话语 于是我想通了 什么东西对我是最重要的 什么人 什么人 才是我一辈子都不想失去的 其中也包括了我自己 现在的那个赵木凡 怎么那么爱哭啊 怎么会 为了一个男人 为了一个男人 而去记录我最亲爱的妹妹 为了一个男人 而去记录我最亲爱的妹妹